下面我们有请凯依庆国际伦敦办公室的杨永婷支持 礼品呢会由他来念十位朋友的名字 结束之后呢可以在出口署和工作人员领取礼品 有请 我们的范围包括高等地理留学教育申请 英国求职产品的培训房产销售和租赁 我们公司呢也致力于慈善活动积极参与 赞助了多所英国本地学校的慈善晚宴 同时呢我们资助了国内外多个贫困家庭 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 帮助孩子们实现他们的梦想 我们也致力于为中英两国之间规划交流搭建一只桥梁 我们今年呢在亚非学院举办了中英双语的朗诵比赛 同时我们也参与策划了大英国玩短清白开的特展 通过这次特展也让大家更加了解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文化 今天我们凯一姓国系的创始人 米娜比士也来到了现场 然后今天呢 米娜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些精美的小礼品 是米娜自己的本土的英国系铺品牌7 知名的设计师郭培女士 足球明星李思荣 以及媒体人王宏全新等都鼎力推荐过这个纯天然的产品 那我们刚刚呢在进场的时候 加到了各位观众的微信 我们会从这观众当中抽取十个幸运嘉宾 他们的名单分别是 A.M.黄桃小杨子 詹妮红霞 M.I.N.敏 Hohohora 诗语 王俊 思多 于美 刘毅 安逆玉 等以上十位 十位获奖嘉宾 感谢大家的时间 感谢大家的精彩演出 那我们也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美快乐 感谢杨女士 米娜女士 再次感谢开进国际的大力支持 下半场的第一个节目 由我们和尚团一部分的小伙伴 组织是阿表海拉的形式 之后由另一位做起来组织的团员 杨之飞 为大家带来 卓调戏的金典高兴曲 一月获奉节 再次感谢 Ju 还有吉他订阅 和强调戏的提供 与美国人的大力支持 与美国人的大量的大力支持 那接下来这个节目可能就我自己来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是 刚才有说嘛 这个可能是我们合唱团 大多数小伙伴 在人生当中第一次尝试 阿卡培拉这个对眼生 然后我可能是第57次 然后我非常开心在 在来到永永这一年时间里面可以在我们的英德华人青年合唱团 然后把我之前可能有八年时间都非常非常喜欢非常热爱的一种 阿卡贝拉就是无伴奏人声合唱这种形式带给大家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是一种可以把你自己个人的声音特色和和声的这种和谐美好的感觉 融合得很好的一种音乐形式 所以我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和可能我们唱团其他歌曲不太一样的 更轻松然后更愉快的一首圣诞歌 来自著名的阿卡贝拉作和Petatonix的一首《That's Christmas To Me》 带给大家 这个是我们这首歌全部的伴奏 《That's Christmas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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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Christmas To 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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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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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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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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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